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11月28日,星期日 今天沙田跑了10場賽事 八草兩泥 其實賽果不可以說很正路 但又不算好爆 如果有看的朋友看到 我第一句都寫說 今天騎士大兜亂的關係 要是潘雷二分天下 要是爆到九彩 結果是前者 因為其實莫尼拉和潘雷二分天下 他們各自加起來 有九場入Q 好像兩三場他們自己串Q 但加上五滿齊和同日輸了一場 是他們不在頭兩名 否則你拿著他們兩個做膽 或者什麼膽都好 都有一條扶手棍 但是今天莫尼拉的演出 我覺得是絕對差得交關的 尤其我封面寫了這三隻 五滿齊敬,博作言及大 待會真的不會看的 其實我今天原本只是想說 莫尼拉 其實去到尾場 風火戰區也是關他的事的 好了 今次總結 提示 我給了兩隻羅富泉的側身馬 就是蔡德爾和初出的華麗活力 都是輸了的 蔡德爾其實初出是第一次跑千勢 他放頭有個第六 這隻馬真的很生 還有今天和我場地都有關 等一下再補充 華麗活力在威尼勢一度 我都以為有的 但誰知道 是不夠貫賞力的 不過那個馬的樣子是挺漂亮的 但可能小顆一點 可能谷操他比較好 看看他之後如何發展 但我演出不是很弱的 接著就講一下跟進馬 今天出場的跟進馬 其實成績依然是不錯的 不過可能分頭差一點 因為萬事之哥換了潘道來贏 狀元級低 勁十足和勁勃 三隻都是跑第二 速度第四 對 這支功能 第四 其實開始接近了 真的要撥一下撥一下 我覺得這隻馬 可能他要再跑長一點 那樣子 接著就 講場地 其實今天的場地 其實明顯 貼實條欄的一二點 是沒有那麼好 因為今天這八場草地 編排有點特別 一場是直路彩 即是七場轉彎 但是那七場轉彎 裡面 就有六場是1400和1600米 只有一場1200米 其實比較少可 但是1400和1600 其實可能相對會更加清晰 因為長一點 即是放頭馬 前前戰下的優勢 沒有那麼大 其實都很明顯 貼實條欄的一兩層 是不好的 但其實外面 即是第三層 打出去都是很平均的 沒有什麼說 哪裡特別好 特別不好 但始終這是私難 如果你貼藍 省著位置轉彎 你可以移出來 其實封火戰區 在尾場的跑線 就是最帥的跑線 可能你早段省少少 然後轉彎 篩出來 在中檔衝是最棒的 但你賣走二點都可以的 因為至少你不要直路貼實條欄 但其實全日直路和整體時間都是偏快的 但放頭馬都是沒有 是打得到的 最厲害都是第二 所以其實都明顯看到貼藍是壞的 但另一方面 轉彎你試太多位 都是一般的 除非你堅有料 即是五班大家鬥爛 最後他捱到回來 但你說整體 譬如炮谷那些 一下子飛了出去 都很難追到那麼多 今天呢 好了 開始吧 說完泥地 泥地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蠻離放的 因為 狀元俠帝 這樣瘋了的步速 他都可以頂到尾 然後 第補場 其實都是放頭馬好的 所以我覺得泥地 今天是比較有一防 不過只有兩場 始終的參考性 就不太大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日泥水準 比夜泥 今天是幾隻夜泥 因為贏完的馬 再跑 都不太行 譬如閃耀光磨 和黃昇 好了 我今天想說的 其實首先先說一下 不得不說 雖然他今天 演出3V2Q 排面都很好 但他輸這三隻馬 真是 封嘴 連年下半天 有三隻馬 都算了 我當這些喉尚馬 製餘的問題 然後狀元俠帝 一隻五門齊 然後還有一隻 勁駁 雖然有兩個第二 我都當他輸了 這些是頂頭大熱 那就可以看看 我想先看勁駁 勁駁 但是看勁駁之前 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說 沒錯 就是廣告客戶 再次找到我 都是這個網站 叫365tips.com 他們提供Best Tips服務 這個Best Tips是甚麼 就是AI人工智能 他就是用大數據 結合電腦AI自樂學習的方法 多方面分析 雙方的網跡 數據變化 戰術運用基本實力 和最新情報等等的不同因素 然後整合 電腦計算出他預計的賽果 這個AI人工智能 就經過大概一個月左右的觀察 發覺他的準確程度 是可以去到八成的 而在數量方面 他們7天之內 就可以預測到40-60場的足球賽事 現在他們正在做這個優惠 訂閱這個Best Tips頭7天 就只需要20元的美金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要把握這個機會 我會貼回這個網站的連結 就在我影片下面的Infobox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迫進去自己訂閱 多謝大家支持 好 說正題 就是這個Moyla 首先我想看勁棒 第七場 今天的正本期期 前輩的勁棒是二檔起步的 其實呢 他起步不錯 因為賽前訪問 Moyla也說了 今次的賣會放前一點 不會漏那麼厚 一檔 這場是頭馬限制 勁棒呢 其實早段也咬了一隻銀池 他外面就是另一隻扣女 潘頓那隻 幸運快車 現在前面 澳洲戰士 黃金甲二郎 預計三日放途玩 都在前面 都很合理的 唯一一隻走三碟 就是另外一隻 其實我這場也喜歡 就是星雲指像 然後 包尾那幾隻 勇猛神驅 八步村雲 最名一對 就是喜連奇聲 以及電腦3號 這個時候 星雲指像也有二碟 為什麼呢 因為補速扯得不慢 但是去到這裏 就是馬群鬆了 他才有位置入到二碟 但是去到這裏 黃金甲二郎 今晚 你預了入面的馬 有機會塞車 勇猛神驅 這個時候其實是想 勇猛神驅 幸運快車出去 但當然不是很容易 那是潘頓 但其實這個位置 他剛才一下 不能夠三位 但他都很安於本分 不知道是不是不想 吓另一隻 蔡玉海 走 他入直路 我覺得這個位置有關鍵 這個時候 轉正的彎 那一刻 這隻白鼻梁 這隻 外面另外一隻白鼻梁 就是幸運快車 幸運快車是一下 當然要出去網空 勇猛這刻 他轉正之前那一步 他的決心就是 在二郎和黃金甲之間的位置 打算上 但是夠好詐 這個位置 這裏兩隻馬收一收 他整隻抽起來了 但怎麼辦 你這裏以為輸了 你買了他的朋友 包括我 以為輸了 誰知道這隻馬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裏 慢慢拿回平衡 過回二郎 然後這裏了解姜誠 因為這隻馬重新來過 但是人家已經衝到意欺欺欺 銀池走掉了 他這樣 只推 不斷拍一邊 這步這樣爆上來 已經拿回第二 根本 就當那些什麼 幸運快車 勇猛神驅 非凡才子 升雲子 全部 你們在座個位 全部都是垃圾 那隻 那個態度 是 根本 如果他轉彎之前 他拿到出去 望空的話 銀池的WIN 是不是真的這麼穩 好有疑問 是極之有疑問 但是 勁駁這個姿態 其實是很誇張的 最後幾十米的姿態 而且 那推棋的手勢 好像很輕鬆 你以為他在試閘 不知道 但是 他這下 就塞車 整隻抽起 再重新 pick up 來追 拿到第二 頭馬 就是波建士的銀池 波建士也是蔡宇寒的 也算是殺手 二十度 還有順帶一提 蔡宇漢近來的高班馬開戰術 落飛哪隻 落得厲害 之前就很眼光 剛剛那期就是 那隻什麼 就是 共創不紛 但是 神之水滴也很重 只有很眼光不下 結果很眼光就輸 那兩次是困Q 到這場 又是蔡宇漢困Q 落得厲害 就是銀池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件事 但是 勁波 就會是我今次的跟進話 等一下我再說 好 那 第五場 就到五門齊 五門齊 這場的形勢不太好 十二檔起步 但是另外一隻 其實你可以拍攝潘頓的 看看 十當 這隻同樂人 大家都灰馬 不不不 大家都是形勢不好 是拍攝這隻灰馬同樂人 大家都是形勢不好 結果 這隻十二檔起步 就自己定住 他一起步 針下來的時候不算特別快 但是他定住 然後就 相反這隻灰馬 同樂就力騎了他的放頭 貼了欄 雖然放頭不是這隻馬最好跑法 但是你說黑服的十磅 其實這場馬沒有馬放 你預計都是只有加州海哥放 但是加州海哥也不放 結果同樂自己放 加州海哥很聰明 下來的熱碟 就沒有跟他的博士位 那這裡是大嶺浪 不是這隻五門齊 就是四碟的全程 這裡是五碟 其實是業界而言 因為他數進去就是超奇才 然後運來風聲 然後就高明進將 他現在四碟 這樣對一隻三碎馬來說 根本不能跑 你不要撕不撕難 現在根據屁股上 就是總理 謝謝你做了遮擋 以及是實力派 進到直路 其實五門齊是散的 他轉彎已經要打邊了 但是我覺得他全程走過四碟 這樣來試個彎 你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同樂說雖然都是輸 他叫做有第四 雖然都是輸 不過 我覺得他是克服了外檔的 他說真的是制如不好的 抽了外檔 同樂這個跑法 就根本是完全是3Style 我覺得當然敗職 當然是沒有去 這場 對呀 這場有錯誤報告 這場 外拉就說他獲發兩套拆棋指示 他說如果出閘快 就佔取這個前列位置 就打算加走他那個放 就放他外面 如果不快 就盡量中間找遮擋位置 結果是不快 但是他究竟有沒有找過遮擋呢 我不覺得有的 而且加上那個步速 不是快 所以扯不開馬群 那麥拉就繼續說 他說出閘不快 所以他是後者 但是他又不想早段 吹拆坐騎 話師傲太多力 但是呢 無地用事呢 大力吹拆 霸佔了個好位置之後呢 他這個五援齊就收慢了 就想著 拿到實力派 和之後 和總理支持 那種鬧 就是想著 耳蝶 接倒 但是其實呢 是不是真的他有這樣做呢 這個實力派和總理之間 你看看他在說什麼 他說了一大堆東西 其實都是廢話居多 組段 實力派 和總理 如果他真的想拿這個位置 不是陣上的 是很漂亮的 就說實力派 過了1100位之後 就收慢了 結果 總之呢 沒有辦法 一切都不如他的想法 所以呢 而且步出又快 但是你說哪一刻快呢 其實 他又不想吹拆坐騎 超越最無定的事 即是不想走前一點 所以就一直走 變無選擇 走四點 只能盡量拿到平衡 但是我 不覺得他 一來 這場馬 是不是真的報速快呢 就是一個疑問 第五場 其實是中等的報速 你說無定公司 無定公司 都在走三點 當然大家 也不是好 但是你說 是否很積極 其實這場馬 也不是疑問的 但是當然 五門齊這場敗職 就不用當真了 另外一場 就是狀元吸帝 我覺得 其實這場 是三場之中最離譜的 雖然你看到好像沒什麼 三檔狀元吸帝 藍眼罩起步 他快的 因為這場預計 都多快馬 二檔包中米王力騎 但是也頂不住五門齊 五門齊根本 兩百米左右 已經貼爛了 壓下去了 然後 原本以為的快馬 一檔飛環淡式 原來是不快的 外面 夢幻人生也不是以前的夢幻人生 都是只有騎字 最初 印水紙 其實也不是很快的 所以轉彎之前 一早 狀元吸帝 已經拿了欄 但這場馬 完全沒有想到 捉慢一點 越走越快 這場馬 越扔掉印水紙 一路轉彎 但是馬 不斷加速 你待會看斷速 更好 這場又繼續不斷加速 大途式的跑法 這場是短途 但是 他沒有時間回氣 這樣 大途原直路 他走掉了幾個馬 但是 其實就爬了 根本這場馬就無力了 但是 因為我覺得 今天的場地是利放 所以得謝大眾勝 實力比較高 綁銀蟲 這樣也上來了 另外 外面其實整粒馬都上了 不過追不上 狀元吸帝 包括閃妙光芒 翡翠騎遠 歡喜多多 這些全部都上了 不過追不上 一早離開的狀元吸帝 就是狀元吸帝 但是 如果這隻 調轉 是個分子很盡 下的放頭馬 我覺得 你這樣 搏一搏 但這隻狀元吸帝 是側身 有頂頭大現 你需不需要用到這樣來放呢 你看看我斷速 狀元吸帝 自己在做第一段 23秒正 都快的 第二段才離譜 什麼玩法 你多多離高 不是 那隻很好離高 以前那隻瘋子 那隻 徐治石的放頭馬 泥地那隻 但是 都做不到21個半 也不是說 脫脫成這樣 然後 他每段 做24、27 是爬的 所以 被大眾勝利 慢速了一秒 那時候 超過一秒 所以 我覺得 他的發揮 根本就等於 你以為放了黃盡上去 一照放 狂走 那隻 我覺得 以他的水平而言 這個發揮 根本是最差的 對馬 在剛才說的這三隻 但是 今天總算見識到 萊拉 這個三色 後來 抽起 然後 大彎 然後 狂放 是 說完幾個人 剛才說回 勁駁 其實勁駁 因為我跟進馬 其實 我本想 其實 他 在我心目中 香港一里錦標 除了金章60 港隊之外 他是第二選 是我的 那些 英愛馬 日本和 愛爾蘭 那些馬 我還未看真的 至少 這場 一里錦標 我會排在 金章60的後面 就是這樣 現在 一里錦標 暫時還有12隻馬 最後一場 就不看了 因為這部片 都比較長 其實想說 風火戰區 我覺得風火戰區的制宇 其實是很帥的 因為他早段 就拿了難 但是 因為前面都放得快 遊魂飛翎 不增情 相反 這里唐唐行運 就是貼藍手 波斯維的那隻 就全程 走著不離地 然後 曾經搶過後 因為這隻馬其實不喜歡 跟馬跑 還要運 你說三位跟都還要 但是他只要困著來跟 其實不適合他跑法 根本 然後風火戰區 就早段跌倒欄 然後 慢慢轉彎之前 已經移出來 雖然 我覺得風火戰區 今天的制宇 就贏了 所以當然他是厲害 但是 你說是否真的 統統項運完全跟他無法跑 我覺得 不一定 再遇的話 你兩隻馬 只要你的制宇 有些不同 不是有一個狂運 非鷹 所以擋住了 統統項運自己走 然後 風火戰區 因為他始終要後上 但是他制宇人完美 這樣 那時候 我覺得這兩隻馬 是有一個鬥 但是說回來 唐統項運 就不是四歲 但是相反風火戰區 就是四歲 現在來說 其實因為原本我預計 是交人才 打給那個擂台 等 歸錢 但是交人才 現在氣管多血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復出 我沒有檢查他 沒有操 但是他始終高分 仍然有他的實力 在 但是現在說真的 你今天 全部的名氣自救馬 全部都釘了 我稍後會有一隻跟進馬 是他其中一隻 相反 蔡翰 之前有一隻喜遇寶 另外加上 現在這隻風火戰區 我預計這兩隻馬 可能連加上交人才 暫時看上去 就會是這三紅 暫時 當然 現在維持上早 現在才是準備入十二月 你正本氣三月 就算熱身那場一月 那場經典一里賽 都還有一個多兩個月 給大家準備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裡 跟進馬 我就選了一場射破天驚 一場的勁駁 和八場多多勇區 多勇區其實今場沒有網空 隨便站兩步 但是走勢不差 那隻龍船狀遠 接著是石破天驚 直路賽走中檔 追得好 還要穩了一段 又晚集 其實今天方家柏有很多隻馬 可以留意一下 不知道他做什麼 那些馬 但是不少是追得回一些 接著就是勁駁 剛剛已經說了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裡 明天又排位了 明天來貼士片再見 多謝大家 今天我占位換了電 聲音應該會玩正常 多謝大家支持 繼續 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按下紅色小鈴鐺 另外點讚、留言、分享 多謝 拜拜